懶洋洋地趴在石頭上 開心做日光浴 曬累了還能稍稍閉眼 享受悠閒午後時光 這些長相呆萌的 加拉巴哥路列西 要給大家帶來好消息 由於行動緩慢 著名生物學家達爾文 甚至形容他們懶惰且遲鈍 因加拉巴哥早期引進外來物種 例如野狗及野豬 在被大量獵食的情況下 導致路列西被列入 一圍物種名單 利娃娃是一種 有關關於生物的 第三大島嶼 費爾南迪娜島內實施的 永久性保育計劃 路列西數量大幅增加 已經來到4.6萬隻 不僅對路列西來說是好事 對島上的生態更是佳音 因此 要有高層 與健康的健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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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足夠的健康 能夠保證 讓菲南迪娜島內 繼續發展 人類行為與環境息息相關 唯有推動生態保育 與萬物和平共處 才是避免生物走向滅絕之路 的最佳辦法 帶新聞王家正編譯